貼上臺灣豬標章 臺東中央市場肉攤販售的溫體豬肉 新鮮品質 安全有保證 是婆婆媽媽採買的首選 只不過近來國內物價上揚 不少消費者也感受到豬肉價格 起起伏伏 台東偏遠鄉鎮豬肉零售價 喊到一斤一百七十元 足足比市區貴上一倍 民眾無奈 但為了進五藏廟 只能硬著頭皮買下去 根據台東縣農業處調查 今年八月台東毛豬拍賣價 一年初小豬育成率低 供應不足 一度飆迫每公斤九十元大關 但目前已逐漸回穩 拍賣價平均每公斤七十六 到七十八元左右 但未來豬價可能隨年關將近 又有一波動盪 前一波豬肉漲價 不少餐飲業者也跟著喊賬 下一波農曆年前漲勢 恐怕也躲不掉 民眾擔心過年荷包又要縮水了 原始新聞 中文臣臺農事採訪報導 也空調 局人員 北京國防禦